那急性败血病接受到化疗能活多久呢 那么首先跟我们的这个疾病本身的性质有关 如果说这个病人他在这个预后分层里头有一些不良的预后 比如说复杂的染色的异常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基因突变 这些不良的比如说这个TP53突变 FLT3突变 还有这个REX1和XL1这些都是不良的预后 那么这个疾病化疗后它可能会导致复发 那么复发以后再治疗难度就增加 那么这些病人可能复发之后 那么这个生存期就会明显的缩短了 那么第二类病人就是老年的白血病 老年白血病因为我们在化疗方案上 已经这个降低了强度 那么对我们体内的白血病的这个杀命是不完全的 那么这一部分细胞也是很快会长起来 所以这种复发的或者是一个难治的 那么这些白血病一旦复发以后 我们生存期就明显缩短了 那么我们三年的生存期呢也就大概百分之十左右了 其他的如果说我们年轻人经过了标准的治疗 那么我们可以获得一个五年以上的生存 尤其我们有些预后比较好的染色体核型 比如T821比如说1517比如说16号人 这个异味或者这个应五十六 这倒置也叫 所以这样的人的核型呢 他的预后是比较好的 基本上都能获得一个长的生存 那么这一类的别人也是可以不经厄过